很久沒入手過的牛仔褲 是比較型格的風格 而且它也是玩很重的復古感 因為跟剛才是同一間的設計師出的 你會見到這個拼折位 那個樓的開胸位 對 開胸位 這些位都是做得很重的復古元素 除了洗水做工很重要之外 這個款式是玩款的泡泡效果 這樣看會比較明顯 因為你看到是相當寬鬆的版型 做一個斜剪的線條 去到三腳的位置 你看到是一個闊身的橡筋 這個它是收了很多布 在裡面的你看到這麼闊身 收了這麼多進去 對 收了很多進去 所以其實三身空闊的 都是比較拋身 寬闊一點的Cutting 去到三腳 就有一點收進去的線條 你會見到的隔圈也是很寬鬆的 跟平時的正規 我們叫正規牛仔褲的版型就不同了 對 形格一點的味道 也可以強調多次 因為我手的比例比較短 所以我是一定要摺的 大家穿就應該正常 對 大家穿就正常的 不用擔心 我現在穿這個就有反 其實這些位置也很漂亮 其實它也有預理要反 因為你看到它做工也有做這些位置 很漂亮的漸變色 真的做了漸變色的效果 對 這樣做回 特別一點的洗水造工 對 除了一個洗水造工之外 你會見到手袖口的這些位置 都有一些打閘的 因為其實整件衣服的版型 都是很寬鬆的 它不可以一邊鬆 整件都是鬆的 在三腳和手袖口的位置 就分別做收下去的線條 那你收下去 你要怎樣去收一些布呢 就是靠打閘的效果 對 我這個扣完就是這樣 你看到呢 除了 就是 側骨的手袖位之外 你會見到是比較多幅的 折薄的 剪材位 這個是一幅的 厚領是多一點的 這個是寬鬆的版型 這個是沒有側袋的 這裡沒有的 有個真的衣袋位 是寬鬆型格的 這個 裡面就配了我們的 多買多優惠的 2.0最推介的 花灰色 對 我配了牛仔短裙 對 因為這一種是最穩陣的 風格來的 是比較特別的 而且有風格的 牛仔褲 跟平時的 正規的牛仔褲 在cutting上 就有很大的分別 是比較多的 現在的 對 有一點點 按後的 因為它的骨 不是 如你這樣 還是挺後著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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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點點 按後著